裸露的鋼筋護欄 让许多用路人看得心惊胆跳 这座延宕40年从未整修过 被列为危险桥梁之一的杀戮路桥 一直是当地的安全隐忧 而最近在明代的多方努力下 即将在5月初会进行路桥整建工程 我们考虑要维持东西向的通行 所以才办办施工 由中间的主线先拆除 然后两边的闸道 台中要过来可以走闸道 无期要到台中也是走闸道 至于两侧的机车地下道 在我们的第一阶段主桥施工期间 都不会影响 所以都还是可以维持通行 公路总局表示 由于下路路桥是连接台中港的要道之一 为了减少对当地的交通冲击 将会以一半施工一半通行的方式 先拆除主要桥梁 保留两旁的闸道提供车辆通行 并且加强替代道路的标示引导 舒缓庞大车流 而另外为了避免中间意外会再次重建 地方也要求必须严格控管施工过程 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在公路总局这里我们随时不管是议员或者是民意代表 那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乡亲大家都有资格来做这个监工的工作 随时都要注意到我们公路总局这个施工的安全问题 那我们会跨铁路的部分我们会利用夜间来施工 跨越中山路的部分也会利用夜间来施工 那在施工前如果有需要局部封部道路的 我们都会事先在公告 来让那个用路人能够了解减低对交通的影响 那施工中我们会督导乘商呢 注意这个安全包括吊车等等各方面 对于这项均已久的杀戮路路桥改建案 总算有了角落 而地方也是相当肯定 而公路总局表示 预计将会花费两年的时间完成路桥改建工程 也请用路人在施工期间要多加留意疏导措施 减少车潮堵塞 记者陈伯瀚台中辞房到